現在示範使用油鏡 這個是我們剛才紫色染料 Crystal Violet染完射簡單染色的結果 請記得這種情況下 它的內容物是乾的 它的內容物是乾的 這個時候呢不需要 蓋撥片再次提醒喔 這個情況下我們不需要蓋撥片 而且稍後我們會用油鏡更不能 使用蓋撥片 一樣我們先把它按照正常的對焦程序 我們在前個單位提到 放到載霧台之後 可以調整它到中央位置 好一樣轉到最低倍率 也就是最短的這一支霧鏡 進行對焦 進行對焦完了之後呢 再調到高一倍的 抱歉高一級的霧鏡 再進行對焦 再調到四百倍 這時候會有個狀況就是 各位看到的畫面會 視野越放越大 但是你要的東西可能就跑掉了 這時候可以利用 它移動它的載台 調到適當的位置 好接下來關鍵的地方來了 我們接下來要使用油鏡的時候 這個課本有提到 為了減少它的散射 讓光速集中進去 所以需要用淨油 好第一個 轉動轉台 讓中央位置空出來 把油鏡在旁邊待命 第二步 在畫面中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光點 我把光圈放大 有沒有看到 縮小 放大 縮小 就是那個點 我們要把我們的淨油 點上去 第三個步驟 就把我們的油鏡 轉上去 再微微對焦 這樣子就可以觀察 各位的顯油鏡 如果用油鏡觀察 你會發現 哇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好 那觀察結束以後 如果想要換片的時候 一樣先把它轉到旁邊去 好 移動到您下一個樣品 好 那事後結束的時候 要怎麼擦 第一個 先使用我們的視鏡子 那視鏡子擦之後呢 這部分的話 不會讓大家來進行 不會來進行 這部分會由我們的工作人員 使用視鏡子 擦著Xylene二甲粉 把它鏡頭清過去 這方面請不用擔心